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邀請兩位講者 有人已經看過他們的文章 第一位是宋晨恩老師 他是牛津大學的 學生同學文人 給大家合掌一下 第二位是杜正義小姐 他是 他是Ocean States的共同創辦人 他們是一個協作的組織會 今天他會跟我們講 比較少人談到有關是開放面 在這次男的總裁裡面的意義 那我想就不浪費大家的時間 我先把時間教會有三老師 謝謝他要從國際法開始講 各位好 我們感謝蛇舞的邀請 讓我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這個題目 那我今天只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比較基本的 另外一個是太平島的問題 那基本的 我其實是從決策的觀點 就是說 到底我們為什麼會走到這裡 以台灣來講 為什麼會走到這裡 然後中間的因素是什麼 那各位剛剛提到我的文章 感謝 我其實在2013年他們一月 菲律賓提出來的時候 我很快就寫了一篇 那時候還在 正在忠實 那時候忠實 還不是旺旺中 所以 還登了很多文章 那我今天應該是最早的 其實我當時預測說 管轄權是會有問題的 但是我 我當時有一個 我當時就寫國際法治 我覺得這個是國際法治的一個 很大的 中國要面對國際法治的一個很大的決定 那可惜中國都沒有因素 然後管轄權又是有 然後就繼續下去到現在 那各位 如果我 我今天不會講我文章的東西 因為其實我寫的蠻多 我也蠻清楚 現在主要三篇 提一下 2016年的2月 就今年2月 其實是1月底的時候 我就寫了 那個叫做 南海仲裁中 台灣不願意面對的真相 我講兩個不願意面對的真相 一個是 被人家當作 中國當主 第一個其實是 它只關於島 只關於水 不關於島 只關於水域的權利 而不關於領土的爭端 那就是那個時候 有戶土的行動 第二個是台灣當主的事情 然後我有些主張 然後我 我很高職 不是什麼東西 很難過 是說 那時候講的東西都 有效 後來 沒有照我們 沒有照這條路走 它就走 走登島 走這些路線 最後我 現在探覺出來 探覺出來 第二天 我在晚上打開電視 真的後悔莫及 發現 統媒的力量非常非常大 就一路上就說 應該跟中國在一起 應該要強力的不接受 然後要戶土 要戶土 要戶土 然後講的很多都是錯誤的 然後我就 非常難過 心裡非常沈重 我就想說 為什麼這樣 這個不是第一次遇到 其實在 2014 2015年 10月29號 是第一審管轄權的判決出來的時候 我就寫了 當時中國已經說了很多奇怪的話 就是說 它是偏頗的 然後法官是不公正的 都是洋人 然後沒有誤到中 我的立場 等等等等 非常非常多 一臉傳 當時我就寫了 基本上內容差不多 沒有寫那麼辣的 然後頭報只沒有一架藥燈 因為大家對南海沒有 沒有感覺 長期以來 台灣的年輕人 但是對於南海是覺得 這該我什麼事 有意思就是說 那是中國的領土 該我何事 我為什麼要關心一塊中國的領土 或是主張 那直到馬一九大島登島活動 他領導之後 大家的那個 關切才起來 所以才有現在這個樣子 那那天我 那天晚上就是 7月12號公布 7月13號晚上 我就漏夜寫的影片叫 南海中山是一條 那你有去哪 然後後來我買了五天 寫了那個情趣的那一篇 那情趣那一天 我 是故意要寫到這樣 因為我想要提供一個不同的觀點 我希望 如果我們不能 如果蔡政府 如果未來的台灣政府 不能都放棄太平道 因為 呼聲非常強 那我們至少有一個不同的觀點 而是 有一個台灣的觀點 好 我只能講到這邊 我在做的就是這樣 我在做的內容就是這樣 但是我今天先講一些基本 好不好 好 好 我們先看一下外交 我又念得號 外交部隊於南海中山的理想 這個其實是當天就出來 當天是這樣子 其實我後來因為 有一些智庫會找我們 會模擬一些事情 當我們有建議政府怎麼樣做一個聲明的回應 但是因為出來的結果太壓抑了 所以他們都沒有用 他們現在是說 針對南海中山是判斷 中國政府 比如說 中國政府完全無法接受 其結果對我 無任何法律規定比喲如下 第一個 判決本文中 以中國台灣當局 叫做 Taiwan authority to China 不道救護我國 貶抑我作為主權國家之地位 這一句話是有意思的 他並沒有迴避 他並沒有說 那是誰啊 不是我 他就說 你用中國台灣當局稱我 我不接受 他是正面人戰 通常我們如果看到這個 就有時候當做 那誰 你聽過 不是啊 跟我不管 他等於是 說有 這跟我有關 你在說我 好 第二段更好玩 太平島原圖 在菲律賓請求 看裁判的標的 仲裁體卻自行獲權 江某方同時的太平島 連同由越南 馬來西亞 菲律賓等國佔領的南沙瓊島 其其他島全部宣稱為礁 不得游泳家屬經濟區 嚴重損害南海諸島的 來源地位至其江南沙瓊海力全力 好 這個也是有意思 他沒有提到中國 他說呢 江南沙瓊島所有的東西 水落水上地物 通通稱為礁 然後嚴重不得主張200海力 所以嚴重影響國權力 他沒有提到中國 為什麼 中國明明有戰啊 而且中國的 他也沒有迴避這個問題 就是說菲律賓其實沒有 菲律賓其實沒有主張 太平島要判 卻被判了 但是菲律賓有主張 全部都是中國戰 他說被判成交的 也沒有提到中國 這叫什麼意思呢 怪怪的 我們這個外交部聲明有很好玩的意思 但是我先 我只要提出這個問題 我們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 為什麼我們的國家 被仲裁庭稱為中國台灣當局 然後為什麼我們看平島被 本來就沒有被告 然後又被告 被告又被判成交 我們怎麼走到這一步 這是我今天第一個要講的問題 現在中國 就我們中華民國政府台灣說 不接受 是因為說有參與才受拘束 這是通常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 如果是接受仲裁庭的管轄 然後又有參與 然後他判下來你就接受 既然沒有參與就不接受 然後另外一個國際爭端解決 爭端解決有一個原則 就是統一原則 就是說你要告我 或是我要告別人 一定都是雙方統一才能告 這是國際爭端 國際訴訟跟國內訴訟不一樣的地方 我今天在台北市 假設我的車掃到一個行人 然後他受傷了 今天他就發傳票給我 我能不能說我沒有接受管轄 我不去 不行 我受中華民國法律管轄 我沒有立場說不去 但是國際不是 國際一定要說我同意接受 我才要去 我不同意就不用去 問題就是在這個案子中間 所以兩方包括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都是海洋法公約的締約國 所以他已經接受了海洋法公約的 這個爭端解決 所以他必須得應付 那爭端解決中間有一個長制的爭端 我們稍微再講一下 海洋法公約的問題 國內政治我想要講 這個題目我先講 我的結論就是 這是一個中國法權的夢 這個夢裡有幾個行為者 有學者 各位如果熟知或是我們這一行 我今天不敢批評提名 但是有一些學者主張歷史性水域 歷史性權利 各位如果熟悉就知道是誰 他們的學說 為什麼沒有人反對 為什麼沒有人早就指出說 國際法上沒這回事 而不用仲宰庭2016年這樣子講 難道都沒有人講嗎 為什麼這個說法 現在這些人應該出來 出來動 對不對 這些人現在在哪裡 為什麼不出來動 而去講教訪 其實說沒有水 學者 一個想要擴權的國家 想要做霸權的國家 挑他喜歡的學說 就真的是這樣做 然後他仗勢著說 我有實力 我是大國 沒人敢扭我 我就做 我不但做我告 我被告的時候 我還做得更厲害 我還抽殺招 結果現在判決下來 未來的主義很好玩 我們就來看看未來的主義 發展 決策模式 到底是政治內銷還是法律 一件台灣有一個很好玩的現象 就是任何事情都會變成國內政治議題 包括這個 國民黨原來在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全盤來操縱這套機 主要是馬英九執政在操盤 搞成這個結果 結果他也不宣稱太平島的十二韓銀 也不宣稱太平島的經濟韓銀 現在都反過來說 蔡政府不宣稱這個十二韓銀 我們要硬起來 當時沒做的他都有理由 游行線也不反對 現在說你怎麼可以放棄游行線 一切都變成國內政治 但我要問法律意見何在 沒有人跟中國政府或是台灣政府講說 你那個東西是不對的嗎 其實有 有的雜音 他不合他的意思了 就慢慢就是壓迫他 或是讓他消音 或是他沒有資訊管道 等等等等 我要問的是 面對這種 我們角色模式思考 台灣未來一定會面對其他更複雜的國際法律問題 有一些東西 必須要先理解 全部理解 而現在政府顯然是沒有 媒體更沒有 你看名嘴 哪一個有 可以剖析跟你說這 他們連常設仲裁法庭 跟ICJ或是這個仲裁庭 都搞不清楚 就可以到處亂講 我要請問我們的能力在何處 當有需要要有準確法律意見的時候 這個政府下次會不會做同樣的不足的決策 還有官僚的無能以及鄉念 就讀不懂搞不清楚這個是怎麼回事 鄉念就是說 不清楚要聽誰的 每次開會他們都會找一群決策 長右有去 東講西講沒結論 然後不知聽誰的最後就一切照舊 我們要中國人的文化 這邊都是中國人 華人的文化有一個嚴重的相怨 不知聽誰的時候 就大家打成一起就混混這樣子 然後就繼續下去 在法律意見的時候可以這樣嗎 當菲律意把他的訴訟全部都寫出來 你就發現兩岸的政府都還是說 這個東西自古以來就是我們的 我們已經在那邊來來繼續 所以我們有主權 永遠都是這個標準答案 你去看一看一千多頁 我沒有看到這個是密件 一千多頁的證據、論述 怎麼樣一個一個處理 你會覺得我們還活在義和盤的時代 包括現在 馬英九登島已經明顯沒有用 結果現在還是登島 登島再喝水 一直喝水 因為沒有弄東西還要去弄 我們永遠活在這個時代嗎 沒有一個比較跟得上國際的嗎 那惡惡之士在哪裡 要不就封口 要不就為了自己的意義就不講 就是這樣 我們要相念到什麼時候 如果 大家要念念 如果時間回到2013年 菲律意見起訴 其實在這個之前 其實命要很久的時間 這個案子 我們沒有想到 剛剛那個 那個Crystal 他有講 這個是瑞德 當時菲律意見起訴 大家都不看好 覺得 會不會覺得他就自己撤回 或是中國有辦法把他解消 就把他買掉 或是怎樣等等 結果沒想到他真的打到現在 打到最後 你不得不佩服他 不得不要 我們可能做不出來 我們可能做不出來 好 但是 我們自己想一想 假設 現在我們知道結果 不管結果可以批評可以討論 U型線人無效 假設就這一點 知道結果 現在後見之明 假設時間退回在你之前 我們會有不同的決定嗎 包括剛剛這幾個 我們的決策模式 台灣有不同的決定嗎 會嗎 以我們現在這個政府 我們現在的決策模式 我們真的應該好好講 講良善治理的意思 我們大家都希望進步 對不對 但是有很多的現實在那邊 這個是一個很好題 這個是 所以我今天主要要講這個 然後我要告訴你 它是怎麼來的 好 中國的歷史性論述怎麼來的呢 我跟你說 其實就是一個中華帝國的夢 他覺得南海全部不是他的 以前他沒有力量 所以他就是劃在那裡 說1947已經劃在那裡 他沒有真正去執行 那眾財經也說 過去就是來 大家多當公財 就是誰要去誰要去 也沒人干預 就是這樣子 當他要覺得他是可以了 他就正在做 正在做就造成問題 南海到底對中國有多重要 這是可以考慮的 就是說 中國的後花園嗎 還是它的核心利益 這個有很多的說法 就是說有人說 它是戰略的一個buffer 就是說 還要防範外來 還有人的故事 這個故事 說呢 中國的外 近代的侵入都是從海洋而來 古代都從北方而來 古代 海洋就是英國 然後法國 各個列牆 然後法國 1930年佔了這個南沙全島 所以中國覺得應該要做 所以他覺得 這是一個安全的問題 又有人說 中國很大 所以這個南海 是他一小部分 這個中國人喜歡 講一些有的沒有 就是會自己互相打架 我們就聽聽 姑且聽聽聽 然後又說 美國要抑制中國的霸權 其實美國的立場很簡單 海西大爾2012年的時候 在那個東協的那個國家的會議中 就講說 他們美國的立場就是要維持航行 以及通常自由 他不深入領主爭端 然後他要和平與安利 就對國際法之尊重 他就是要他最大活動空間 因為他是海上強權 這是可以理解的 也就是說 你只有12海股標 扣到200 每個妨礙樓 好 那麼國際法是什麼 有人現在說 這個東西我們不受拘束 對我們無效力等等 國際法是要執行的嗎 這個判決要執行的嗎 今天有一個 我要跟各位講的 就是Keywords 現在仲裁寧所做的 就是對於法律狀態 有一個認定 他就認定說 運行線是不是合法 然後這邊裡頭的使道 還是交 他可以看一個服裝使道 哪裡 他現在做這個 請問這樣的判決 需不需要執行 執行 執行 它的強制力何在 國際法 如果你要說 是國內的這種強制力 就是說 有人要開到庭 然後你不到就拘你 如果你不繳罰款 我就開 然後你再不繳 我就追 可以追到你的帳戶 就直接客戶版 如果你說這種強制力 國際法沒有 國際法是在 國際社群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的共同期待之上 國際社群是一個互動的 我聽文章有講 當現在的這個東西出來 有些人贊成 有些國家不贊成 不贊成的 有可能會有不同的動作 這時候我們就有機會 那它是一個互動的過程 不是 未來也會變動 所以 國際法是 有權機關的解釋 現在有的仲裁品 跟國家 國家每個都是立法者 之間的一個互動 它沒有那麼簡單 但是現在東西出來 它是大家的一個 歸一的指標 就是說它一個 這個doctrine 這樣出來說 這邊都是交 現在以後所有的 南海相關的台判 開始點就會這樣子 你叫菲律賓 菲律賓不知道跟中國 談嗎? 中國說歡迎 請問他們要從何解 起點是哪裡 開始談 菲律賓一定會主張 請照眾裁判決的 所說的來談 那中國會不答應 一定會不答應 那你就看它是怎麼樣 設定它們 所以這個會成為一個 任何以後 碰到相關問題的時候 它會成為一個指標 它會成為一個企業 在這個方面 它有影響力 好 展開一聲 有人說 用實力來解決 然後不服判決 但是 我要請請各位 今天南海爭議會起來 就是因為中國 用實力來解決 當 越南說 我這邊開放碳油 然後招標 然後就有其他國家的 有東斯蘭招標 中國覺得那是它的 它沒有 它就直接把男生剪斷 就這樣子 當這邊漁民 它說 南海說 海南島政府 海南政府說 這個禁於令 全部這個運行線裡頭都是我的 它發禁於令 它就真的去執行 它沒有用 法律狀態的釐清 它就是 模糊的照 它現在覺得 這是我的 或是我的管家圈 所以它就進去 就這樣子 台灣還要繼續走實力路線嗎 就算你要 我們有多少實力 台灣說要 宣布 海北島200海裡經濟區 請問我們 有執法的能力嗎 有 逮船 那邊 雖然屬經濟區是說 你沒有經過我 允許 都是被 沒有 把他們帶走 這樣帶起來 就要執行 不是嗎 衝生條 就是這樣 台灣 日本說 那是他200海裡 台灣的船 你不走 就把他帶起來 就這樣子 請問我們 太平島 要開幾天船才能到 我們有多少能力 去執行 我們真的要這樣做嗎 實力重要 還是法律狀態重要 今天 以成本代價來說 法律狀態的釐清 比實際上執行 或是違法 或是用實力來做一個statement 都要便宜的多 經濟的多 所以 菲律賓才會去做 這樣子一個法律的 宣示的一個需求 而且他得到了 那台灣你還要繼續走實力路線嗎 那不用算算代價嗎 有人說美國也違法 是美國經常違反國際法 而且他經常做到 但是我們有一個理論 就是說長期來看 違反大家的期望 國際社群的期望 那是非常非常貴的 他可以繼續去抵抗 但是你要花代價 你花得起 或是你花不起的時候 就會慢慢轉 當一個法出來 他不是要執行 他是一個共同國際社群 期望的一個指標 或是一個歸意點 或是一個reference point 那當他這樣之後 你不服從就有代價 你這個代價能夠耗到什麼時候 那建立法則 建立制度 比用實力來解決比較便宜的 這是為什麼有差別的原因 好 還有一個關鍵 叫做水路之區分 就是說 中國的論述經常說 包括台灣的論述經常說 南海傳統上就是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主權 這樣說是非常非常模糊的 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陸地 一個是水 但講這個之前 還有一個主張是一回事 實際上得到的權力 得到的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這個是很早的時候 台灣說 你要不要放棄御行線 講得像真的一樣 御行線只是一個主張 我那天在台教會 我不怕 聯合的記者 第一個的提問就是說 請問你們是覺得 裡頭御行線的島嶼 是要放棄還是要記出 我知道他要把話塞到五 然後呢 他就可以寫一個標籍說 抉擇主張放棄U線 他就是要這個 U行線只是一個主張 請問我們實際上得到了沒有 你說U行線好 一個是水域 一個是島嶼 你說島嶼頭全都是中國的 請問裡頭現在多半是誰在佔領 誰佔了 越南佔最多 中國 中國戰算是少的 菲律賓佔不少 菲律賓佔不少 然後台灣水戰應該看得不到 我們主張是一回事 那請問在這樣的情況下 請問有放棄御行線的問題嗎 好水陸之區分 為什麼水跟陸是有區分 陸地是可以佔領的 水是自由的 這個是西方的觀念 就是格勞秀斯的觀念 海洋自由論 在過去有一個時期 十六世紀的時候 烏塔拉跟西班牙坐下來說 這世界瓜分成兩半 一半是我的 一半是你的 我的這一半 只有我的船可以通脹 你的這一半 只有你的船可以通脹 他說好 大家都世界太平 結果有一個荷蘭說 對不起 我是新興的海軍國家 我要通脹 結果他就佔了一個人 叫做格勞秀斯 格勞秀斯說 海洋是自由的 大家可以使用 只要我沒有妨礙別人 我通脹是完全自由 包括普遍 當時覺得說 魚是無限 只要你盡量 都不會補壞 這就是後來 英國、美國 海洋強權 都覺得遮復他們的意義 所以說 海是自由的 那我就要問你說 台北 中國 中方 把郵情線全部畫起來說 南沙里島全不是他的 全不是我的主權 這是什麼意思 是水還是路 從來沒講清楚 等一下有些聲明 有時間的話可以看 然後還有一個基本 叫做有吐司有水 就是the land dominates the sea 我翻譯有吐司有水 比較像華語 也就是說 海洋是自由的 那麼沿海國家的權力 就要從海岸開始 沒有海岸就沒有海的權力 內陸國有很多內陸國 瑞士 他沒有海洋 除了很小很小的意外 他除了有船 或是漁船 他沒有海洋權力 有海岸持有權力 那問題就來了 在南海 等一下我們又問 中國的海岸在何處 中國海岸在北邊 海南島上 請問他為什麼可以 舌頭伸下來 這就是問題所在 再來 沿海國的權力 海域權力到什麼地方 是受到國際法的位置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需要一套共同的法則 就是說 每一個國家 他可以主張什麼 到什麼樣子 什麼路 我等一下也不會解釋 好 南海仲裁 無關的一部紙片 現在一直說 互主權 互主權 那樣是互什麼權力 你要搞清楚 我們太平島還是 還去 一雙海在 沒有受到虛感 還是存在 我們是處決 我們的戰友 沒有受到質疑 沒有受到威脅 如果有威脅 這個也就是以前跟以前威脅是一樣的 現在是要不行 我主權 那我要請問這個 可能大家看 一個詞像 南海仲裁道歉 對不起我亂寫 就是說 你有一句話 可以來說 南海仲裁是關於什麼 有人覺得是什麼 講那麼多 南海仲裁是關於什麼 我跟你講 不是什麼 不是什麼 南海仲裁到底關於什麼 他到底在打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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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字叫Marantine Pythalment Marantine Pythalment 就是說 我可以主張怎樣的海域權力的基礎 In Pythalment Pythal是一個權力 In Pythalment是我可以主張權力的基礎 今天Facebooking告主要告兩件事 就是說 中國可不可以用U形線來主張海域 他說不可以 他說不可以他勝 那他U形線拿掉 他可不可以用倒呢 或是礁呢 他說 這個都是礁 所以只有十二 這就要理他一種 如果是礁 就只有到十二 如果當可以到兩百 這個就是他主張 兩百是海域權力 十二是海域權力 不同性質 他的主張的基礎在哪裡 所以今天南海仲裁就關於 主張海域權力之基礎 它是不關於主權 是關於海域權力 但是只是基礎 他並沒有說 菲律賓海域到這裡 中國的海域到哪裡 沒有 這是屬於華界 華界也被排除了 他並沒有主張 他並沒有對於海域權力的分割本身做決定 沒有 他是說 你可不可以用什麼基礎來主張 他在判這個事情 他只有判這個事情 這次非常細緻推到這點 各位已經低 所有的名嘴都要低害了 因為我們失去什麼 我現在只會這個 泰民島被判掉 我們失去什麼 我們到底失去了什麼 我們失去了兩百還是經濟區 沒有 沒有 從來沒有決定過 也沒有執行過 那到底失去什麼呢 我們原來覺得 它可以主張兩百 它的主張海域權力的基礎 它可以到兩百 我們覺得它是個到 基礎是到 它的海域權力可以到兩百 是可以而已 我們沒有實際上執行 因為那個地方不可能 周圍都是別人的驕傲 你不可能的 實際上不可能 只是可以主張兩百 我們以為 那現在失去了什麼 現在他說 對不起 你不可以主張兩百 你只可以主張十二 我們失去了 對於太平島 主張海域權力的這個事情 基礎變了 從一個島變的一個文章 沒有人講這個給你聽吧 顧什麼主權啊 你要顧什麼 你去登島去 雲雲繞一繞 當這個就改了嗎 哦是島了是島了 改了就說是島了 也是島 不是這樣幹的啦 事情不是這樣做的 搞清楚現在在爭什麼 是關於太平島 他可以主張什麼海域權力 他的基礎被國際認定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實際上狀態 沒有那麼大差別 未來可能 你會談談說 本來我以後 兩百 我可以 然後等下 又講不太清楚 我這個獎金 我關到這裡 但這非常重要 這就是為什麼 大家都覺得你發揮這麼強 因為我們有這個理解 然後我們有想過 然後沒有什麼人想過這個問題 真的問題在這裡 好 等一下 有什麼 好這個是海域主張 這是所謂叫海域權力 他性質不同 有海 有吐司有海 吐在這裡 這個是 稍微 我今天講過完 我很快 等一下我們看 再講十分鐘 如果從海岸 等一下我們講海岸怎麼化 海岸推出來十二次 林海 林海就跟林土一樣 林海跟林土一樣 然後如果再第二次 就是林階區 林階區是這樣 是保護國家 保護年漢國的 假設有走私 有人要病毒品 有人要討稅 有人要犯人等等 我的執法可以出去 水二到二次 讓你這樣子 讓你不要保護自己 這叫林階區 再來就是經濟的 渠道兩百 兩百的是水 水的部分 叫做什麼經濟區 經濟區是說裡頭 經濟資源 所有的資源 特別是雨 還有一些風浪 浪的力量 波的力量 水等等 只要是資源的 都是活的 都是戀愛活的 那底下叫大陸礁層 大陸礁層上 主要是天然氣跟石油 那大陸礁層可以超過兩百 如果它是自然的延伸的話 可以超過兩百 但是要經過延伸準 這個就要經過延伸準 兩百是保護它的石油 然後就航行來說 或是飛越來說 都是自由的 只要十二以外都是自由的 幾個帳就這樣 但是海洋畫面會不會簡單 因為世界很複雜 我先來講一下正常海岸 正常海岸像這樣子 所以海岸線 先說我們要 它不是說要畫領海極限嗎 極限就是 講領海要從哪邊畫起 就是極限 極限要跟著海岸的形狀 這是正常極限 所以就是像這邊 海岸在這裡 極限在這裡 極限在這裡 但是呢 地理上很多很奇怪的東西 這個第一個就是彎 這個彎是說你的風口 如果這樣畫一個半徑 如果你的陸地凹進去的是 大於這個半徑的話 就只有一個彎 這個時候海洋畫 就是它規則 規則是說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封起來 風口封起來 如果我的極限就這樣畫過來 可不可以呢 要看 如果它 因為它們雖然裡面還12還0 所以它往這邊12 往這邊12 的話就是24 所以風口線 不可以超過24 超過24 就回到像這樣子 正常的地方 就成為正常海岸 OK 如果小月24 就是一個彎 那可以畫起來 畫起來的差別在哪裡 這一塊 如果沒有畫起來的話 這樣就過來 對不對 那畫起來的話 它就變成內水 然後它裡面還說 往外 往外 OK 這個叫做法律上的彎 很多人說 它鳥魚就是個島啊 怎麼會變成看成是個礁 對不起 我們現在在講法律上的島 法律上的礁 所以 拿幾個水瓶 喝喝喝 或晃一晃 不是就立刻就說 它可以住人 然後看出這個島 不是 而是法律上它是不是一個島 比如說它明明橫看出看就是一個島嘛 那怎麼會是礁 礁是一個rock嘛 按 旺文生意礁簷嘛 一塊岩石在那裡 它不是岩石 它只能讓它看出一個島 不是這樣子 是法律上的島 同樣這邊就是法律上的彎 物理上的彎有很多種 法律上的彎 要看海岸大圍 就是這樣子 好 海岸齊區的時候 可以畫起來 直線極限 如果海岸旁邊有島 好 島 它自己可以 它自己可以主張石耳 所以它不需要跟人家花錢 另外就是這個 這個叫做低潮高地 低潮高地就是說 黑利民有主張兩個累計 另外一個叫做是低潮高地 低潮高地 低潮高地本身就不成為一個島 不但不成一個 連礁都不可以 連石耳都不可以 它是屬於底下 大陸礁城的一部分 所以它就是跟一般的海岸一樣 它就是忽略掉 它自己沒有海域准利 這些都是照法律 就是照法律上的定義 OK 好 很快來講一下 這個是 好看一下 這是我們傳統 兩岸都一樣 而且它有跟對講 中國的主張是台灣輸出的 是台灣學者輸出的 兩岸是一系 我們也是說兩岸都聯手 哪有聯手 我們是中華民國耶 兩岸也像是聯手 好 這個是一開始 中國南海的出島及附近海域 擁有無可真面的主權 對於相關海域及西海莊基圖 有主權權權權管轄權 好 問題是附近海域跟相關海域是什麼呢 都沒有講清楚 這就是它把這個U型線 它撐了九段線 附在這個 對於越南極力的抗議的中間 它就說 對不起 你現在主張這邊是你 大家不知道什麼 對不起 我這邊有一條線 這都是我 大家都知道 好 這就造成了很多的問題 後來就開始有一連串的問題 那至於這裡頭 U型線裡頭是什麼 現在關鍵就是說 你說 剛剛是說裡頭的 這個陸地都是它的 但是它又說 相關海域也是它的 主權的 或是管轄權 問題就來了 如果你把U型線當作是 當作是水域主張 就麻煩了 如果說你是畫起來 說這裡頭的島礁是中國的 那是一回事 如果你是畫起來說這裡頭的水都是我的 這是另外一回事 差很大 對不對 島礁是一回事 如果水都是它的差非常非常大 問題就在這裡 好 那現在就是說 那為什麼你可以有 他說這叫 歷史性水域 或是歷史性權利 那他自己在通過的時候 他說呢 他簽了海洋法公約 我把技術講完就好 我把技術講完就好 後面等你們問 講到Vending台灣就好 他說雖然我簽了海洋法公約 但是我公約批准後 我還是以時盡全力 他倆都要 但是他從來沒有跟國外這樣講 那他做的行為就是這樣子 他有說這邊都是我的 這邊都是我的管轄權 好 好 Vending台灣部分 第一個是歷史時間上 這條線叫做九段線 九段線的前身叫做十一段線 或是U型線 他是1947年12月中華民國內政務 在大陸時期還是中華民國時期 他所公布的他的名稱叫做南海豬島位置 至於他是什麼性質從來沒講清楚 豬島位置他就是把 說這個島是什麼島 什麼島的嗎 一個對照表 然後全部這位置都標出來 然後說畫到十一段線這樣 十一段線是什麼意思 沒講 好 好 那這是十一段線 剛剛各位從名嘴這邊知道這兩段線 後來因為跟越南的這個解決了就沒有再把 就變成九段線 然後有人現在大吵這個 說台灣的部分 從中國觀點都是合理的 台灣本來是中國的一部分 從他們觀點 從他們觀點 他曾經有一段歷史也把它當作是水 他叫做歷史性權利 郵情縣性的兩句話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是島嶼歸屬線 那就關於林土 如果是水域 就另外一回事 那水域的話 對於中國是更大的問題 因為他簽了1982年海洋寶公園 海洋寶公園剛剛有那個最後的規則 距離規則跟郵情縣是完全不相容的 很清楚嘛 從開始就很清楚嘛 你的郵情縣何在 所以他要找另外一個依據 你知道歷史性水平或是歷史性權利 為什麼叫歷史性權利 因為他向來就是我的 所以我可以有 這句話是 這句話是 歷史性也太單純 也太單純 你向來就有的 第一個 下來有沒有人家會指 你向來就有的 就一定是你的嗎 那你簽那個1982年海洋寶公園 是什麼意思呢 你所發生還好 沒有一條可以支持你的耶 他就不行 他有提到歷史性 歷史性大堆 因為那就是別的 歷史性漁業啦 傳統漁業等等 所以很有限 他都處理過 所以不要這樣一直 用很模糊的概念去講 這樣會有一個 有一段那個 對 low share 就是有一個人講的 有什麼話 好 還有一個難點 爭蠻殺的問題 就是爭蠻殺 好 台灣這一段就是這個 1993年的時候 當時李登輝執執政的時候 曾經頒布一個南海政策的綱領 他說 南沙區長 實際上說 文靈舊歷史地理國 即時實實 效能為不留領土之一 沒有問題 領土嘛 領土一部分 基礎也屬於一個國 南海歷史性水域界線內之海域 為我國管轄之海域 我用了解 這是最清楚的一個 他主張U型線 南海歷史性水域界線 U型線內的水域 也是我的 所以說是台灣製造 台灣曾經這樣主張過 而且後來還要立法 中華民國林派基林間去法 草案版第六條 他說 中華民國之歷史性水域及其範圍 U型正面通告之 就是說 有這回事 我們實際上明海無階區 但是我們還有另外一個 叫歷史性水域 在那邊 後來這個法呢 因為 好來 這段 這段還有一次 他說歷史性水域 細質 經由歷史證據顯示 為我國最早發現於命名 最早開放於金銀 最早管轄於行事總選擇 物有水域 例如我國之南海 思維確保我們南海主導其 四周海域是主權權利 原家密實性水域及其範圍 明定有情願成導致 請問 水可不可以發現跟秘密 好像一大片海 南中國海 中國海 中國海落的 最早開放於金銀 我去開放開放水 走完水還在那裡 怎麼會說是我的呢 最早管轄於行事主權 是固有水域 如果你真的是把它關起來 行事主權 那你就別有過 船能不能進來 你別有溫溫 沒這回事 從來沒有行事過 我再說一次 土是可以佔有的 水是不能佔有的 物理上不能 能力上 國家的能力上不能 所以這個明顯就是 把水跟土倒混 從一開始概念就是混 然後說這個要成為歷史性學 然後要搞得這樣 然後最後非常難 最後現在是這樣子 好 講到最後 其他就 其他就等下討論再有 再討論 好 先講解 然後再掌握手 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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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是你接下來講者,那我叫陸正宜 我現在目前是POPO天室的社群的不容充滿人 那基本上我們有,我們平常都是在Facebook的Twitter上面去分享一些 因為我們主要的養充外人,每次都會學養養科學術生的 那我們發現有很多意思,事實上還要那個影響 或者是大家就直接影響,所以我們就在我們的研究生活委員的時間 做一些分享的意義,分享很多東西 所以大家可以上載成功 那今天,剛剛陳老師講的非常多就是 關於整合到你整個法律的整個過程 那我今天會主要講的是,叫生態方面 那我本身我學的是一個管理自由觀法 那平常可以看到,大家只想像 或者是在跟海比較有關心的 第一個想像的可能也是 比如說東方第一位,或者是 這是最後上方 這個是每年大陸東海遺傳解禁的時候 你就會在東美獎 甚至在港湖裡面還有,會看到非常多大陸的距離 那其實就是 大家平常可能在海上都會看得到多年,很少去海上 可是這次真的確實的,他們其實還算滿常在我們的園域 然後是比如說東美獎的園域,他們就是會有小學 晚上會掉小學 這就是跟我們有些關係 那在這次的南海判決,你可以看他判決書的第七章裡面 他提到的就是,關於對日賓一開始的提案裡面 他的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他這幾個長,明顯事實上帶分數兩樣的問題 是跟海上生態有關的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不管是英文的討論 或者是中文的媒體 中文媒體可能就是,他講完新聞搞的前兩集 就是U型線沒有 U型線的歷史 歷史性學歷史可是沒有文句 然後第二項就是,導教這個問題 基本上他說全部都不知道,就結束了 那事實上他的後來的兩項是在講 鐵島造物跟歐洲裏道這兩個是甚麼問題 那菲律賓在這這兩個這個上面,有非常多的捉摸 那我今天會從就是鐵島造物的開始起來 那這兩項,為什麼很重要呢?為什麼 因為它跟,事實上跟最近的一些氣洛變性 會造成有沒有影響這個關係 然後,我們說,做什麼鐵島造物開始講 其實大家知道說南海它有淺深 那在南沙的部分比較淺 南沙的部分比較淺 就是在那邊黑色點點的位置 那這一張是全球的珊瑚礁文文 大概是你可以看到黑點的位置 大概是南北尾大概30尾多的地區 然後大家在這邊逆逆馬拉這個地方 這位我們在學術上叫Poro Chianto 就是珊瑚礁文文 那它這三個這金山腳的這個部分 是全世界海域的牧種多樣性 非常地標的地區的地方 那南沙大概大概有幾個 所以一般大家想到說 珊瑚礁想到珊瑚礁裡面有漂亮的珊瑚礁 然後也在那邊 那珊瑚看起來像是屬 但是其實珊瑚是會長 就是珊瑚它你看起來像是屬 但是它上面其實是有著一點點一點點的 比較珊瑚礁 它會隨著時間進行工和作用 然後有一些概化累積的裏格 那這些累積的裏格會變成石頭的 你看到外面的石頭這個樣子 那關於這一點就是 南海裡面有它有非常多的島 非常多的礁物 哪一些是算島 哪一些算是礁物 這其實在地理上有非常久的連累積 對 所以你看到說 所以在這一次的領域 它拿著一個會變成 有最後 最後有些是叫地潮高地 地潮高地 人家可以探討 因為我這邊不可以讓它拿來 地潮高地有些是連壞 那為什麼呢? 其實在一大四二年的時候 拉倫文在他的第一次的小略局 他的旅行 旅行的時候 他在考察了非常多的海上的島嶺 就是他發現說 基本上山木礁分成了幾個種類 他的理論是 這是海平面 那一個火山造成的小島嶺冒出來以後 它形成了顯海的地方 會逐漸開始適合山木巡頭 它直接開始尋找什麼 我們叫做群礁 那隨著 那會一直往上 一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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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海平面可能上升 或者是火山下降 它會慢慢變成 我們叫環礁的樣子 就是這個A礁石 所以它在裡面有些在礁石 然後這中間就是那個島 所以說 你看到在國際海洋法公園 裡面講到島嶺的礁地 它事實上就是 哪樣的程度是可以採的 可以有人居 哪樣的程度像是環礁 這些地潮高地 沒有辦法留位置 因為它其實是有 背後的一些地理就有分別 所以這樣可能 那中國那時候在開始在做 因為大家知道山谷礁 基本上它會吃的 它會自己繼續的帶走 所以它可能這些 譬如它可能有一天在某一個時間 它會繼續的變成 長出來像是長的樣子 那中國他們在大概2012年 從大概2012年到2014年開始 經營非常大的一個填寶造物的工作 那今天以下的看起來好像就是 比較詳細的就是讓大家看到說 在這些珊瑚生長的地方 它們到底做什麼事情 我們說這已經是大概2015年的時候 其實已經填了配套填了差不多 然後經營做出它有一個碼頭 這已經填出一個碼頭 然後看到這邊有一些 那些船是什麼船呢 除了這些有班尼船以外 這些船叫做數據船 你看我家長寫的是運船 它從底下抽出底下的沙 然後填補在直接填補在海邊上 然後看到這邊有一些新 那這裡其實在美濟教會也看到 它其實中國其實非常早以前 就在這邊建的一個小小的海上擂的站 但是大概這十年已經 大概一十年要成 對大概要十年 那它使用的船是像這樣子 我們叫腳西式挖裏船 它的 所以你別想到 它這是一個很鋒利的一個磚頭 它就是挖在底下這些沙爐 或者是珊瑚生長的地方 直接把珊瑚攪碎 然後隨著這個抽殺抽到 抽到陸地上面去造新的陸地上 去加速它本身 本來珊瑚層生長的時候 它可能過了幾百年以後 它可能擁有一天 它長到一個一定的高度以後 爬到肉粗水 它會變成一個新的老爐 它去加速這個過程 那這個過程以後 當然這些珊瑚就死了 所以它這個造成非常大的 也是沒有破壞 而且是幾乎在每個大期的 環礁跟環礁商都做這樣子的一個抽殺造物的事情 主要就是這個角度是挖 它在島上看起來是什麼樣子 所以那去年開始在大陸的網站上開始流傳 這是美濟礁島上 還在進行施工的時候 大概2012年有什麼 因為奧增他們在開一個船 天氣非常非常的熱 大概在島上面大概去桌 每天是設施40個海邊 非常漂亮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這是一個紀念碑 就是其實中國曾經有想要 送人上去做養殖漁業的一些工作 但是在一次的颱風雨下 所有的人都失蹤了 所以他們是第一名紀念碑在這裡 那這個故事其實告訴大家 事實上這個地方的環境 是非常的邪惡的 但是他們還是其實在走他們 只要你看在挖上 然後可以看到就是已經大致上 有一個庭房 然後他用水扶過去下一彎 讓他直接入房 這會不會 這可以扶持多久 其實有學者已經在退步說 因為一般的狀況下 你看我們的台中港 台中港它 你一旦借了一道庭房出去 它的水流在那邊流 水流浸在那地方 它會挖掉我的地方 然後去檢測到另外一個地方上面 所以長期來看 他是一個人工造的 他可以維持工作 他有一些學者認為 他可能必須 他已經建造了人工做 變成他必須要一直在做這樣子的檢測 他才能去維持他的 導教的這個現況 那同時提醒大家一下 南海是有颱風的 而且南海的颱風 它可能從行程到登陸可能只有3點 這是去年九月的一個例子 在去越南 它從生成到真的行程 它只有3點 就是突然有一個正在性體系 還行的那邊的颱風 然後馬上就登陸 所以其實 這些導教你現在看到它建立在那邊 但是它長期來看 它會花非常多的時間 要去維持 要去整理 那尤其已經像VT3 它已經建成 它已經跑到已經建成了 已經有很多粉絲力提供在上面 但是目前看起來 中國還是希望繼續導科技進行 那大部分的一些 國際的一些 管制的一些NGO 並沒有真的在關注南海這個問題 有一些學者 就是譬如說 有一個很有名的國建黨的打造社 叫做Gance Process 他在很多次演講上面 他就會特別點 你 國外的Foundation 你 Greenpeace 就是他們 你們從來沒有一個人 敢真的跳出來 跟跳出來 跟我說你們這樣做什麼 目前還沒有 目前美國這些大型的環境GEO 還沒有一個人 真的跳出來說 現在只有一些 這樣靈性的學者在做這些事情 所以這是很大道路 另外一個掌控去的問題 裡面 南海到底就要不要 我們正有公佈一些數據 另外一個比較想要的問題是 其實中文在南海這個中文造的國家 大部分有非常多的人是靠魚為生 尤其是以魚類為主要的蛋白磁 那台灣的魚到底就要不要魚 其實我花了哪多時間 想要知道台灣到底在哪些地方抓魚 可以找到最早的資料 是水市所在1976年5月的一個魚場 開發調查 我找不到太平道 我真的找不到 是在當地上 那你可以調到他自己寫的很有趣 就是說以往的整區遇傳 甚至少前往中沙島附近海一族 也是1976年 主要是因為該出產的這三紅蕭魚類 有特殊的拼命味道 但是因為金海空間 以及需要海膽 所以他後來在1976年前後 開始慢慢有漁船在那邊 大概60隻 但是後來慢慢空間 所以大概只有一部分的漁船 在那邊做延伸釣 那這個食魚招 可能也就是你現在知道 一些人應該說真正 我們在南海抓魚的可能就是一些 當時你遭遇去再做一些延伸 延伸釣的行動 抓一些大型的魚占客的一些魚 然後他這裡有去他收集 高雄籍魚蟲在這邊炸魚 然後以潛水用去撈去 現在還去說 去過的人說 或者是大家看這些東沙一些紀錄片 其實現在可能不只是炸魚 還有一些其他國家的人 在東沙是毒魚的這樣子 但是我們雖然有海底 但是他們其實也不一定有能力 去處理這些事情 然後另外就是說 在他們那個年代 在東沙島附近有一個18年的魚博 然後在那邊做魚 他基本上是有香港的船在那邊做 但是他說 他也說因為在1976年的時候 已經逐漸複解 所以他只能稍微用這些 我的魚占魚 來做維持他的這個責任的開銷 但是現在可能已經沒有 就是相仿的這些石板魚 已經到米東沙、米南海 更遠往印尼的海底部 那在大陸的一些 海洋補漁船的情況 其實可以看到說 從1979年就是剛剛那個報告 到現在南海的所有的魚博 的數量是不斷地在上升 所以大概可以看到在1985年以後 他就已經在上升 所以現在南海的這三層 就是北東、廣西跟海南三個成分 他一共有大概九萬少魚船 大陸的集中魚船 對,集中魚船 在南海的 大概到底還有多少魚 這是2012年的FLO 跟FFIC做的一個地區性的一個回覆 他把魚被分成幾個大類 理氣性的魚類 小型的理氣魚類 然後沙漁魚 然後大型的 大型的一些 小型的一些類的那個叫做 理氣的在水面的那些魚類 然後烏烏這裡 然後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你可以看到這邊的 紅色跟 紅色代表的是 過魚跟資源空潛的程度 橘色的代表是 他已經完全補牢了 通常我們在講完全補牢的意思就是說 他每年的補牢量 大概佔他整個族群的 估計的族群的一半 那超過一半或是超過90% 90%以上應該就是 我們一般電影講的叫做 組織的東西 所以可以最好在以輕物種來講 拿來大部分的魚群 然後大型或是小型 基本上會有很多不同 只有在小型的一些 比如說這是一些像是 鮪魚刀或者是鮪魚 或者是生魚 那些大型的 大概勉強在印尼 或者是飛兵的這些魚 大概海底點 但是在中國附近的基本上 都已經大部分被抓得差不多 所以有一些學者會在書上寫說 然後還有非常豐富的魚類資源 然後 但是那個可能參考的是1970年時候的 現在的現況 一致的現況大概是怎麼樣的 那他們也做了一些 為了要表示他們的實際上 在南海是有管轄陣的 所以他們做了一些資源保護的一些事情 你看到在一個一個 在魚躍制的管理上叫做魚區 那他有跨一些區域是不變不變的 因為在海洋砂公園裡面 可以說沿海國他有維護養物資源 但是你可以看到的是 在整個除了填島造物裡外 從海南去的漁船 在有塑膠、有地膠、有地膠、有地膠 對於美濟膠三號去補車群 車群是IOCM公園書的一維護手 就是車群 那通常我們會把它當作是一個 山胡椒的健康的指標 因為車群它是寧附羅在山胡椒 所以它在生長的時候 它生長得很慢 所以說你如果可以在一個山胡椒上面 發現很多大型的車群 代表它這個山胡椒 它基本上長期沒有經過太多人的干擾 流氓的干擾 所以它可以繼續長大 但是你在這三個椒 所以大概是2012年、2014年、2005年照片 你要說在它的 這是它一個礁的外面 有這樣子弧形的痕跡 在那個高度有弧形的痕跡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在開始填島照路以前 中國的漁船用小船的馬達 去打壞上面的山胡 為了要去抓車群 因為車群它是佛教騎寶之一 所以在海南島有很大的一個車群的一些工藝 它用這些殼來做紅豬 或者是做雕刻的產業白色的殼 在海南島有非常多這樣子的賣 那它為了這些利益 它可以去南海這些島礁大肆破壞 那台灣的話 你也可以看我們在高山島抓到的一些中國漁船 它有些是補車群 它有些甚至是直接帶珊瑚的石頭上去 因為在中國現在有很大的水族鄉的市場 但是雖然車群基本上算是 它在中國算是保護者 但是在整個南海的這部分的保護者 算是這一件比例子 這些比例還是其實比較重要 有些中國的學者會認為說 因為是反駁一些美國學者認為說 中國運用這些漁船在南海 它是做進行的地方所 就是人民海軍 幫這些漁船去幫助這些漁船去趕 幫助這些漁船在那邊做蜘蛛 做一些努力展示的工作 它認為南海的這些漁船 主要是因為經濟的關係 但是即使它是一直漁船 在南海因為經濟的關係 造成跟靈活之間的違差 也是越來越經濟的 比如說這是不久以前 這是菲律賓的發言到的城市 他們希望可以去登上好運動 去宣上主權 他們的最後的背後的理由就是 他們希望可以做環境保護的 希望可以保護這個地方 不要被中國漁船捕熬 那當然就是受到中國海警的慣情 這艘船 海警3062號 看起來有點奇怪 因為它其實不大是 它的形狀很大性 是一般的海警船 它上面有一個A漿 它這個是 我們剛剛講說 有漁船在坐海警船上坐 中國事實上也有海警船 它其實一個來自漁船 它是漁船改裝了一個海警船 然後它在改裝海警船 結果 所以可能後來有一次才幫他們 證明說 這個組成是他們在 康野道上 看這一次的判決裡面 康野道被派到上去 然後 兩個獨家都同想到 我們的圈子 所以 往後還會不會看到 據目前來說 據飛越消息來說 他們的海是為什麼要收到中國 另外一個是更近的就是 在 這個是已經在南海的非常非常南邊 在印尼的那裏島 印尼的那裏島 印尼的那裏島的時候 因為他們的出國的雨 然後這艘應該是 熊山舟 好 那這一個是從 海南到來的漁船 印尼已經開始用 他們已經是從海軍 在船船船船 那這個巨谷的時候 很有趣的就是 他 他一上船去搜查的時候 找到一個 南海船 所以 印尼的人覺得 印尼的人決定就好 他說大概是1994年 從貴北的製造運船上面 他們找到一個作業圖 作業圖寫的東西 就有點畫好 好 他基本上是把他每一個漁區 都畫了一個小小的一個 他們發現說 即使是在那裏島附近 也一直被認為是中國 就是他其實已經是 他其實已經是在印尼的 大概150個海域裡面的 那裏島附近 或者是在周圍的海域 或者是在周圍的海域 在中國的書上是標記城市 他們的船船船船船船 然後他會在他的邊緣附近 就是他一般所聽不知發現 這些船船船船船 但是鑑魚塞如果被印尼抓 就是被印尼拘捕 會怎樣呢 印尼人最近把他們的做法式直接殺手 這是去年的照片 今天早上他們的漁業部長才宣布 他們今年8月17號要做一樣的事情 基本上他們是在這樣處理 他們跟中國的整個照片 然後以洛丹水林漁獲的資料來講 我們這樣子的一個大型的蜘蛛 會造成一種 我們在學圖上叫做傳染性質 傳染式的漁獲資源掠奪 為什麼呢 這是以前的第一海參為例子 你可以看到說海參出現在 最主要的販賣市場就是香港 海參出現在香港市場上面的市場 在南海是最早的 南海跟日本吃最早的海參的 就是看到南海那邊的海參 南海那邊的海參其實最早 最早開始利用應該是英國人 然後他們發現說 他們跟中國的茶 或者是甚至的茂密有非常大的逆差 所以他們決定去 他們發現中國人喜歡吃海參 所以開始在南海有些資料開放 那海參資源在不斷的核協以後 中國人的海參來源越往越本 越往越奇怪的地方去 這裡是2012年 2012年在香港已經發現有從冰島 冰島甚至是意大利府定來的一次 所以其實光是這個經濟人 雖然說他就他們在 他在這邊已經抓了多一點 但是很顯然是已經完全沒有辦法公益 中國這裡的人生的需求 然後也要注意的一點就是說 中國現在經濟在市場 他從歷史的經驗來說 經濟的成長跟漁獲這個需求是會的 也就是說人越來越有錢的時候 就會越來越想要吃很錢 所以這種狂況是會越來越持續勝出 如果沒有這個國家真的做下來 可能資源要怎麼保温化 他只會越來越温化 另外一個就是 像西歐麵寫法 在2015年的時候 有兩個英俊維比亞大學的科學家 他們受了委屈去討論說 在南海這塊環境呢 他如果上升0.4度C 或者是上升0.9度C 一個是維持說 一個是維持說我們現在的 舞蹈的狀況 一個是希望我們過管理得到很好 在30年後 漁獲環境的溫度在上升 在這裡還沒有討論到說 山谷礁的破壞造成一些環境的破壞 就是光是講說溫度上升 然後繼續 會有什麼結果 他的預測就告訴他 就是很明顯的講是說 一些重要的魚類 比如說這些山谷礁的魚類 還有鵝賊或者是後抽這些 他們的毒群量會下降大概超過三成 也就是說如果照這樣子的狀況下去 持續30年 大部分的主要的這個物種就會減少 而且甚至在鵝鵝鵝 所以這個溫度升高 變成說他其實如果不好 如果不進行任何 如果照他經濟這樣下去的話 很可能有一天他的 物質是中國的那種是 他也會影響到周遭這些 基本上沒有去墓液 然後以魚來作為主要代曼蜜蜜 開分的這些物價魚 然後在這一次的狀態以後 搭配其道有兩個想法 關於資源保佑的地方 一個是我是不是可以透過 很好程度的區域 也會做愛情的作問題 或者是有些學者提出 我們是不是在南海 做一個過程的分析的保留書 其實在這次有點小的東西 大概有實際上 就是在療法的附意裡面 他對於一些高度保留物質 像是鮪魚啊或者是鯉魚啊 這些他會當保留 他有很多一個詳細的一些電影 他希望說這些可以說到一些資源量 部門管理 那這也是現在很多區域業組織 在做管理的一個基礎 那我們看到說 這是中西太平洋漁業 資源公園組織的一個大資証的範圍 所以可以看到大概上 他雖然現在花在這裡 我們大家在因為收支鳥的事件 大家開始知道 台灣是這個組織的會員 那我們能不能夠錯過 中西太平洋漁業公園的架構 來解決這件事情嗎 包括我們今天才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他們說我們的公園範圍不忘了 南海 It is understood that commentary does not include South China Sea 也就是說 在南海這邊 還必須要在 接下來就必須要透過他周邊某家 要請他趕在進行的 旁邊的寫上都已經不能夠專用這個架構 但是過去有做過一些在中斜以下的架構的嘗試 但是很多都因為中國認為他沒有什麼執行 或是無大願意才能夠使用 但是可以告訴 在其實在世界上的其他一方 這是北太平洋的 北太平洋漁業的主席 這是紐芬蘭 北太平洋漁業的主席 北太平洋漁業的主席 這個和明慰灣這個地方 這兩個地方是 貨物捕捕捕非常有興趣的案例 然後他們在非常多年的 經過化解 四這個地方是加拿大 五這個地方是北太平洋的 花了很多年的時間 去協調他們中間的資料 跟每年的基地開會去 控制他們的捕捕量 在1992年的時候 納貝蘭的雪餘再度封建以後 再合作的資源養護的狀況下 它有淡淡的在恢復到過去的狀況 但是我們台灣的漁業協議裡面 基本上通常不會處理到資源的管理 它是一個基本上只有做到 基本上只有拍到你的作品預算的作業方式 就是它畫的蠻複雜的 然後我們前中很喜歡講一句話 就是只有一步開心 因為我在很多會聽到他講這個話 只有一步開心 然後因為我們在協議水平裡面增加 我們補高到三倍的配位 所以只有一步開心 那這個三倍的捕撈 對於整個資源的影響 沒有人知道 但是除了一步開心 這邊是沖繩的漁民其實也不開心 因為他們認為這個化解方式 完全忽略了沖繩漁民的權利 所以後來有一些編織 編演舞的一些激烈的一些爭議 他們認為他們協議收取得比較多 所以他們跟中央性能非常大 但是我們就 語言學系統不會處理到這個環境 那什麼是南海的 我們講說俄平公園呢? 這個是主要是一個叫 John McManus的學者 他在美國國內亞州大學當教授 那他是主要做上交生態 他大概1994年就提出來 因為他花了很多時間在南海 這部鏡頭上交的 他上交的編演 他覺得到這樣子的學歷歸下去 南海應該覺得他會真的找到 所以他自己說 他這個呢 這沒有去移民 這是在7月 台灣時間7月13號的時候 在美國CSIS開的南海的研討會 那這一位就是 但是這十加三位 所謂McManus 那這一位是 菲律賓大學的也叫做 麥克斯做生的 這位大學的認識 這是我們在外面的上網稿老師 這是第一次 第一次有關於南海的會議 在CSIS版 行到台灣的學長 因為他跟 他在整 他們曾經做過 蠻多關於南海的這些參與的部分 南海這些資源 是不是應該要化成 整個化為海洋保護區 希望可以能夠去養化的資源 那什麼是海洋保護區呢 其實是像以 玻璃為例 他將他們整個海域 這是他們所有的第一 專屬經濟海域的部分 就是除了一些 十二海裡的一些海部分 他把它全部化為這邊 養過去 只留一部分的海域 他們作為傳統漁業的一些地方 那這個形式 其實除了 Maxmanus教授跟上昭老師 有代替以掛的 事實上在顯然 還能夠除了不用黑的 他也有非常類似的想法 就是他希望南海這個地方 可能不要化 大家都不要化 兩百台的土地牌 因為希望可以做這個 但是這個可能在 還有一些問題 還有地方 但是目前還需要 但是 我們在想 我們常會說 各自生意共同開發 這句話其實是在想不說的 這句話是告訴人在想不說的 但是我們在想說 在開發的時候 做任何的開發 開發很直接關係到利益的時候 他是 彼此的狀況都需要一些默契 我們跟 南海附近這些國家 有沒有這樣子的關係 我們要自給猜 你如果連 一些基本的一些事情 都沒有辦法處理 像我跟菲律賓 基本上 之前有發生一些 就跟屈本上去發現一些 有差後 有那些事件的時候 他以為 如果你沒有一個 默契當中的基礎 這開發什麼 我們是不是應該去想辦法 我們是不是可以 透過一些其他活動 來想辦法去 培養這樣子的一個默契 才可以達到說 整個資源保護的問題 好 大概最後一章 所以 就是 昨天的這一群 自然期刊 特別講的就是 雖然說 大家的觀察認為說 這個創裁品的裁決 可能會讓這個生態 改去的衝突會繼續生放 但是這其實也有一個 反面的一個 另外一個想法是 他是不是能夠 因為這樣子能夠去出現 希望大家可以再 思考 我們是不是有其他 那 辦法可以 跟這些說話 國家合作 那 基本上 我就去到這邊 然後大家有什麼 能思考 好 兩位站的時間 插的蠻剛好 那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開放給大家 體驗 大家想提供 好 那 第一位 那 第二位 好 我們就按照這個線 選擇一二三 好 請下兩位掌聲 各一多人 那一多接下來 指抓宋先生 那麼 後來這次我們還送台灣之後 我發現在華人世界的選手權當中 出現了非常慘烈的 就是大眾國服務主義這些 對那些 對 不認同所謂的 這種 七段線 九段線 跟路形線 這種 運作主張的選擇 比如說像 有 江王智琦教授 以及 瓜德教授 他們 這些主張異形 幾乎都遭到非常激烈的分析 除此之外 現在還有 不少的 法律的 國際法的 學術研究者 甚至主張 這些 學術研究者 不管是在 國際的華人世界 或是 相反台灣 和中國 主張說 加國際法系 我這些 所謂的日本人 推定兵人 美國人操縱的東西 我們華人就知道他 但另外 自己在一起 並一起知道 創造一個 適合中華民族的 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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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第二次想請到 佑小姐 那就是你提到說 在南海中 非常嚴重的 文青破壞 那種很多 可能是 最主要的來 可能是 中國是 中國遺傳的 文化是有很大的關係 但我這一點 就知道說 在中國的 因為 有很多中國的環保 文化又開始興起 那種社會 可能 會不會一些 在中國的環保 文化 來做 來作為 某種程度的 對話跟 改善的可能性 怎麼可能 參加在一起 剛剛沒有問 什麼 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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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曾經看過 就是 有一些民間選擇 或者是比較 屬於民進黨內部的 誰之所 他們 他們學成 他們有創造 是說 中華民主政權 經過 就是 民主化之後 台灣就變成 民主權 變成共產 但是 這也是部分 就是 應該是說 蠻多人相信這句話 但是 我想問的是說 因為 這樣一個認識 不管在黨內部 就是它的共識 你可以 我們可以從這次 香港還創造 中國 保養養育這個用詞 就是要說 這樣的認知 其實跟地圖上 對於 對台灣當地 一樣的認知 是非常大成 那我想問就是 宋老師的看法是 什麼 就是 宋老師有沒有 自己心中 都 矚目不見的方法 好 到第三位 謝謝 兩位想在這裡 好 就是 我有一個問題想要請 就是 剛剛那個 在演講中提到說 就是 南海重裁它並不是一個 民主主權 我很想 它是主要就是 在裁定說 這個地方是 打安交 然後 進而讓你 是否可以 像12海 或兩大海 那 我的疑問是說 就是 呃 呃 因為當然 他會做這樣的切割 主要還是因為這個 重裁定質 不能對於主權問題 進行的重裁 所以他會對這個 進行一個小小的切割 那可是 我的 我擔心就是說 這兩個東西 其實基本上 是沒有辦法分開的 那 我就舉個例子說 就像是 我們以前發生的 大型那樣 就是 信號是信號 那 如果今天 我們只能主張 12海裡的話 那 那時候 柯英平是不是就可以說 呃 我這樣的 驅逐 這樣的行為 是合理 那 我們如果沒有 進行一些 相對應的 處理的話 是不是就會 呃 加劇他們的 呃 就是 合理吧 然後加劇這方面的行程 那 這樣算是真的是 完全沒有 損失的事嗎 那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呃 呃 呃 在以前 聯合國海洋公園 他是想要說 一個客觀的 保護人力 第一個是在 高潮線的時候 也不能低於水平裡面 然後第二個是 呃 能夠 能夠進行 呃 就是維持 維持人類生存 那這次在仲裁庭裡面 他拒絕 就是 否定 太平島是一個 島的那個 原因是因為 他沒有足夠的客觀存在力 那這樣是不是一種 破全行為 或者說 以這樣嚴格的標準 來定義的話 呃 現在 一大堆已經被認為是 島的地方 是不是 要進行重建認定 就是製作認定 謝謝 嗯 那可不可以請 呃 方老師先幫助 謝謝 非常非常好的問題 第一個關於民主主義的問題 呃 還有中國國際法的問題 說 就我所知 所謂在南海進行維權 就把旅行線當作水域主張 然後進行強力維權 就我聽說 我沒有研究 我聽說是 合乎中國軍方的利益 中國軍方搶硬派 希望這樣子做 然後他們就真的這樣子做 然後 呃 造成今天的結合 那我們在這個過程中間 聽到很多的論述 包括 剛剛幾步要秀的一個 就是一些中國學者是說 這 這一套規則是西方人所定的 包括我剛剛講的那一些 就是說還是自由的 得到秀之那個思想 然後 這麼嚴格的去限制 呃 問題是 國際法是一個 很巧妙的一個平衡 你今天做的行為 如果說 別人也會這樣子對你做 所以它是一個長期間 達到的一個平衡 這個平衡是關於 比如說我們剛剛在整個 整個講的那個康愷 整個上下的文中間 就是一個 連海國要往外擴張 跟海權國家 希望 連海國不要那麼擴張 所以它有EEZ 就是說 同一片水 你資源是你的 所以漁船經過 如果有骨魚行為 你可以抓它 可以幹它 但是我軍艦經過 你可以干預我 所以有這種行為 包括林海也是 林海說你是主權 但是我軍艦它要過 我上船要過 我軍艦也要過 那有些人就 有些國家就說 你軍艦不能過 它是一個平衡 今天我在很多的場合 比如說 中間 這個案子有一個巧妙的 你記得 沖枝鳥嗎 沖枝鳥 沖枝鳥那個 日本主張200海里 中國只能抗議 還抗到聯合國的那個 叫做ISB 就是深海海床委員會 他到深海海床委員會去抗議 說沖枝鳥 侵奪了人類共同遺產 就是深海海床 因為那個地方 只能主張200 他卻主張了 只能主張12 他卻主張了200 所以他侵略了 大家共同的空間 結果沖枝鳥拿這邊就說 所以中國你也很擔心 小島礁被用來擴張主張海海 所以你的見解也是這樣 這就是一個議題的連結 所以他的海洋法的平衡是很巧妙 如果他要進行這種 所謂中國軍方 中國特色的國際法 那表示美國也可以這樣子 對 有說是在華人世界中 越進跟住 或是越來越進 我能理解 其實以前你有聽過 而且不是非理性 就是很高等的教授院長 都有這樣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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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大家都共用一片海 其實是另外一個觀點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用什麼觀點來看這個 維權 這塊海 這個是很值得考慮的 所以他們應該多想一想 它是一個平衡的動態式的 關於第二個我問到我們幾個 中華民國國資 中華民國政權 台灣國武建要經營的問題 我沒有答案 我覺得現在在檯面上幾個理論都不是很都會讓人非常滿意 就是民主化會帶來台灣的國家建造 我不覺得那這個十點要從哪裡講 就是說我們曾經想像說 至少我們民主還有很多的問題 我其實這邊有一個詛咒 就是說馬英九這個執政然後掌管男孩 我很多報紙踢評他 我們民主沒有辦法控制這些人 包括民間的 包括學者 我們這個民主 從太陽花也是 我們發現這個民主是不受控制的 當選者的時候他很容易變成一頭野獸 然後他變成有很多的方法來對付那些有意義的人 然後那個權力是沒有辦法解釋的 包括這種高度專業性而且對外星 其實他關係的利益不小 太陽花也是一個例子 我們那個民主有問題 如果說你完全民主化 他就可以得到補助的建議 其實我覺得那是滿意的 那有人說 包括有人指引我那一篇請出的文章 就是說索爾摩沙特問題 如果說我們的先民 就是不管是在日本統治下去 因為先民的開拓在太平島 而有一個歷史的影響 問題是那個時候的台灣是什麼 我沒有答案 我只是拋出問題 我那一篇是故意這樣 我不是不知道說那個時候台灣的國民建立什麼 國家建立其實是還有問題 其實我覺得到現在都是有問題 我曾經很多文章都提出那個正式的國際法上面這樣子認定我們 是因為我們還沒有主張 那如果是要照這麼強的標準 江旺時也有一篇文章就是說 這個是強人所難 因為台灣無法主張 台灣不可能危害自己的安全去主張 或是努力於中國的國家 這樣會造成立即的 就是侵略的危險 所以它那個認為它是強人所難 那我們另外一個就是民主化 就是說 過去的外來政權 內化成為一個民主政權區 民主身上是因為內部的制權造成外部的制權 我也不覺得有什麼 我只能說台灣的國族建立其實還有很長的例子 那包括現在各位所看到的 我內部對於國家定位的很嚴重的分歧 我覺得我們還要分歧 然後第三個問題關於主權 短家圈和預算 我承認這個問題沒有那麼好切 所以我其實當時覺得 中國的抗議就是說主權 這個問題是關於主權 我本來以為說中國會有部分的承諾 沒想到重甲林完全是用技術生有辦法 我只能說菲律賓律是非常的優秀 非常的聰明 把兩個人一起了 就是說他說這邊有一張桌子 我要判斷它是桌子還是別的東西 我不需要知道它是誰的 它是用這樣子的方法來切 所以說這些島礁 我不需要判它是誰的 我只要說它是島礁就可以了 我承認你說的問題是對的 但是我現在沒有立即的答案 我私下我在想交代跟討論 最後一個問題是人類居住破權法 中甲林有沒有破權 中間有一段非常細微的論證 它是說我剛剛沒有說 基本上就是說 菲律賓主張200會卡到太平島 幾乎卡到太平島 太平島如果能主張200會跟菲律賓有很大的重疊 所以他說我那邊寫說有可能中國跟菲律賓會重疊 這個時候菲律賓有些主張就不能判 所以為了要判它那些主張 我就來看這些有沒有中國的海域過來 所以沒想到審查是沒有 這一段論證是有點堅強 是有堅強的 問題是你要非常的 它很精細要很聰明 然後要 還有誰要提 它不能上訴 這個案子不能上訴 但是可以review 可以審查審查 它有沒有事實或法律上的錯誤 問題中國應該是不會 因為中國都沒有參與 它一路要以實力 台灣現在能不能去review 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比如說台灣如果去review 就是說有干到我 就是剛剛外交問題的一個 就是說你以中國台灣當局撐我 所以我現在的意義 他的身份如果在這邊提到我身份 我去review 那然後法律論述怎麼說 那個是非常精細的一段論述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們要正面看待 中台庭判斷 然後要想一下 好 剛剛幫我回應一下就是說 剛剛提到說其實國際法自由步驟的過程 其實你可以從美國的自由 以美國在南海進行自由發行 那有一個很有趣的關係嗎 就是在去年的時候我幫他去了阿拉斯加 然後當時在跟俄羅斯一起演習的中國軍艦 他們就在阿拉斯加附近的聯海進行 他們自己的自由發行 對此人就覺得 觀察就是你們的研究知道 浮海通過是可以的 但是你們在自己的南海上面去做了 完全不一樣的主張 就是你們的軍艦完全不可以通過 所以他其實就是有不同的方式 就是為什麼你們在南海做片面的虛節 估計馬上沒得意義 但是你們其實在其他地方 你們其實是知道 你們可以浮海通過這件事情 那剛好就回應剛剛有朋友來問說 中國的老老NGO 基本上中國的NGO的發展 據我所知 就是我看過的或是我接觸過 他們的NGO的發展非常的受限 就是你的議題非常的受限 你的議題或者是 他們本身要是NGO會縮好大關切 國外的人要進去NGO也會有大部分 所以據我所知 中國目前跟海洋有相關的NGO 基本上不處理它海外 他們也不大碰觸或是不撓的問題 他們頂多有做的就是海上惡色 是有宿舊垃圾的這部份的東西 有 如果是個人陪估的話 他們會願意談到什麼 他可能會願意談到這些 但是你說從一個有個人的發想到 變成一個組織是有可能的 因為他們就算是你去問他們的學者 他們也不一定會做一些大評分 像是其實在填導照顧的時候 在裁員書上面有寫 他們做裁員事實上有去問過 就說問你們有沒有做痕跡小的東西 他們說也有 但是他們沒有拿出來 其實我所知 我也沒有真的看過那個東西 就是他們說他沒有做 但是你看不到 很多這些事情就是這樣 很多這些事情就是這樣 他們說他們有做 但是他們有做 但是他們的學者也不大會 因為這些事情有太多的發言 就是或者是即使他們發言 認為說這是破壞生態的 但是他們的學者的一些立場 會用這些講法 他們沒有辦法真的去影響他們的政策 就是任何政策的開發 把這片三產品 不太一樣 就是把這片三產品 這類的事情 政策下來的 即使有學者的反對 或者是任何的一些連續這些過程 到最後最常看到的結果就是 特別不對付 所以在南海那邊 我沒有暫時也沒有 除了NTV外觀也沒有看到說 不認識或是知道的 不認識的學者 當然他如果人不在內 他如果是人不在中國之內的華裔學層 他可能會做一些相關的事 就是他認為這樣子的一個 自由利用方式是沒有辦法持續的 但是中國國內的選擇 基本上也沒有這個問題 這樣我再到來講 好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就最後兩個問題 然後還有沒有一位 兩位好幸福的兩位 我幫我歡迎三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國內的土派學者或是每天 他們一直說說 那個 你要是不主張 或是有些條例是一段線的話 你怎麼擁有 你怎麼擁有 你的基礎是什麼 再來這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他們會用憲法比試條 中華民國不得之將於灰 經國民大會之間不可見得 他用這個來告訴說 1947年 國民國已經是在那個 那第三個 就是今年年初 馬英九區登陸這個太平道指 然後在3月20日 公布中華民國南海政策索題 那那個索題我們如果看的話 就很清楚 幾乎一大半都是在講 有關意識水域 這種意識源源的 這跟中國的那個整個縮體 其實非常非常的類似 那我想是不是建議 內政部 甚至我們最高 內閣就是國安安全 立即會起這個縮體 然後另一期的縮體 那我想請 請挑講一下 大家好像沒有聲音在這裡 喂 不好意思 我有一個大概兩個問題想要請教宋老師 就是第一個是比較技術 都比較技術性 第一個就是說 關於這個仲裁有太多人 上台說的話 因為其實兩兆的話 算是說是仲裁的原因 那算在裡面的話 是以台灣當局的成功 那我想知道說 在實際上的拘束力方面 除了事實上的拘束力 還有做以後談判的規定之外 它在拘束力上面的話 甚至在以國際的角度 以國際社會的角度上來說 還是會拘束 還是因為脫破了中國政府的成分 而拘束到中國的成分 還是說 那如果在這樣的形態之下 是不是變成台灣之後的話 這如果是很大的權貴 你變成要自己承認也是一個 承襲下來的中央定位 變成變成令到一個新的 複雜的重財 在國際社會會做這個權負 那在這點上面 他政府可能要盡量回應 是一個比較好的做法 這是明顯比較技術性的 那第二點就是 關於說 中國對於這個仲裁 反應的人生 就是中國 那從剛才孫老師的講法上來說 他可以理解到說 中國是因為監軍方的壓力 而導致選擇不參加這個仲裁 或者說他有其他同樣 或者說他有一些 歷史形態上任務的時候 就是西方社會自立的制度而不加入 那有沒有 代表存在歷史上 或策略上的同樣來說的話 是不是 會不會我個人的任務是說 應該多少中國政府 如果是不要那麼多歷史形態 他還是應該要加入這個仲裁 製造去視乎影響 這個仲裁 對或是一些內容上的認定 無論是結果 其實最後會想說 抑或是說 已經意識到結果的事實上 所以要這樣 還是許久以示 一路線才是他最大的設計 謝謝 好 那最後 還有沒有 我們要 民眾 就 好 就你們三位 我們要去結束了 好 可以 那就 你們的主席 其實 剛才針對其他社會 他的一個提問 關鍵是在於說 就是說 你們到底在太平島的主權 如何能夠採取一個新的 是以我們這個地方為 處理的法源基礎 這樣子的主張 那實際上這個地方 可能稍微要遲到兩點 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 太平島在1947年 所謂公布的時候 那時候還是日本實質的營運 還是日本人 雖然說 雖然說 1945年是結束這個 戰爭狀態 但是 從1945到1952年這段期間 太平島還是編在了 西南全島 所以說 才會在舊心山 回月在1951年的時候 還會提到說 他特別放棄南沙 這樣一個主張 所以說 1947年那樣的一個聲明 本身 到底他本身是否奪得國際 反正就出現很大的疑問 那再來是說 那個當時 如果說注意看 1945年、46年 中國片面他在處理 有關於安唐印之間相關的議題的時候 因為原來太平島 他是變在高雄的地方的行政局的環境 那中國他是把他編到哪裡 就是編到廣東上 所以說不是在台灣這一點 所以說當有人提到說 太平島變成 如果說在當時的那個環境之下 你用1947年 用這樣子的那個署名 實際上 他變成這次 獨立於台灣之外 是中國另外一個省份 他的一個管制 他是跟金馬一樣 是變成台灣和中國之間 比一起的地方 所以這兩個東西 實際上是造成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 要建立有 台灣在太平島主權的時候 是必須要完全獨立於 這樣一個法源基礎 不然的話 沒有可能我們這邊 會 這不必要出一種陷阱 而是說在這個 業績水域已經沒有的時候 那那個 連太平島的主權 比較不用 這是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 那最後就是說 PCA 既然他得真 要去 對他行使 就是說告訴權利的 不一定是要國家 還有其他的其他的 那在這個地方 只看中國法律的輸送 那那個 不一定是由台灣整個人發抖 而是由別人發抖 或是由我團體來發抖 然後在那邊把我們 這個 在這速度設備中 怎麼樣有效的表現出 這是台灣本身的一個主權 如於中國之外的主權 這個地方的設備期間 是需要的事 因為現在 當我們講到台灣主權的時候 要嘛就是零貨的實力 從零到一 有人認為說 必須要先宣布 要宣布這個是台灣是獨立的 然後 我們才有辦法在國際法上面 在國際上面 有能夠自己 行使家權利的一個 那個賭場券 但現在關鍵就是說 就像張旺先生所講的 你目前來講 你如果說你要宣布 不僅有可能有戰監的危險 而且這個危險 起碼 目前看起來 這並不是說 這並不真實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如果說幾個主要的國家 他在台灣宣布獨立之後 第一個時間 他所講的是說 他不承認 那這個獨立的宣布 就完全完蛋 不然就要說 變成我們這個獨立的宣布 就是獨在這個地方 變成高度高度的危險 所以說 因此我們要建立一點 台灣主權 還有台灣國家正常化的過程 現在想的不是零 或者是零 而是從零到零中間 一個連續的過程之後 怎麼樣從50% 60% 70% 這個地方 在國際保安權的 一些必要的位置 那在最後的40%到30% 這個部分 透過最後的一個 終極的處理方式 來得到 這就要去思考 這位謝謝 謝謝 我們要來前面這一位 來 謝謝 我有一個問題想 先問一下宋老師 就是 您是如何理解 這個歷史性權在國際法中的地位 之前有看到您的觀點上是說 您認為水是自由的才能得到 就此的觀點認為 這個是 水是不能通過現在的方式來取得 但是 國際法院在1951年 關於英國與羅威的余約案中 有過關於歷史性權利中 較為詳細的論述 實際上請問一下 您是對這個問題 怎麼樣理解的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想問一下另外一個 老師 您剛剛在砍到行情自由的時候 認為 軍艦也是包括在行情自由範圍之類的 但是這個問題 在現在的國際法中的做法 是各國都採用了 事先的批准 或者通知的做法 想問一下您對這個問題 是怎麼看的 就是儘管公民規定的行情自由 沒有對外國規定的 或特殊的限定 但是各國的做法 是有公民規定的這種現象 謝謝 謝謝 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請問 是就是 關於那個 就是前一位 他提到就是 中日合約跟舊金山合約 所引起的 就是當台灣 從日本的殖民狀態 或者是統治狀態結束之後 這個洞所埋下來今天 整個包含南海跟台灣主權的問題 他有可能再過來 可能會 下一場的World War III 可能不是在歐洲 就是在這裡 這是一個 然後再來是 就是今天的南韓 這個仲裁的問題 其實還牽涉到 就是包含 尖閣諸島 跟沖之島 就是假設如果未來 就是想像一下 如果 假設30年內 有可能會爆發 戰爭的可能 情況下 台灣 如果 不管是想要 獨立 或是想要幹嘛 你的盟 因為不可能 獨自能夠 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台灣必須要有盟友 那這個盟友會是誰 那怎麼透過從南海仲裁的這個案例 讓台灣可以交到盟友 譬如說透過濟安寺裁判是交 或是黨 那你是不是有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去 譬如說他要去解決 尖閣諸島的問題 或者是那個蟲子鳥的問題 還包含就是可能的台日同盟 不管是軍事上 或者是其他的同盟 對 好 謝謝 好 那就請南韋老師回應 也就是順便做總監 然後剛剛有位問到說 軍艦通過自由貿易 基本上在國際法 因為我們在通過他自由貿易版 就是以潛艦必須要上 然後必須要掛過期 但是他其實並沒有包括 事件通知 事件通知 事件通知這個根本是沒有 比如說俄羅斯軍艦 或者是說俄羅斯的軍艦 一直一直以來在日本的北部 或者是在親身附近的海域在經貨 但是日本的報警基本上沒有 他們並沒有接受 他們並沒有要求 而且沒有接受到俄羅斯旁邊的通知 那你剛剛我舉的那個 阿斯加勒的例子來說 他其實也 不害人國家其實必須要求 事件通知 但是他在國際法上 原規定是 你必須要學瓜國際 而且你不能都聽到 你必須是一個 全程從A到BK 可持續到這個國際 那如果 等一下如果我看狀態 他要做什麼 我綜合回答兩點 第一個關於歷史性權益 或是歷史性權益 照西方的國際法非常的清楚 包括 包括挪威 英國 英挪漁業案 他的朋友有一句 他是說關於靜 非常靠沿岸 非常靜的絕遇 他非常的限制 英挪漁業案是在 因為挪威的那個海岸非常的虛擇 所以他就封口 整個就是直線極限畫起來 然後英國人照他慣常的一節去捕 然後就被驅趕 或是被帶捕 他就說 他說對不起你侵略了公海 然後關鍵就在於說 他這樣畫可不可以 那所以他的場域是非常嚴近 所以對於歷史性水域 他是關於主權 就是封口線 海岸 或是海岸連起來 那如果他可以封口 那往內就是內水 內水是連過都不能過 完全就在自己掌握之下 現在問題就是說 南海流行線 是不是歷史性水域 如果這樣子照那個 剛剛我講那個 或是副昏城講的事情 那你就是 全部圍起來都不能過 你連過都不能過 更不要說不符了 問題是不符 沒有 事實上沒有這種指向 歷史性權利就是說 我不是光水 然後說我主張 政經權是內水 或是全部是領海 而是說我有優惠於其他的權利 因為我過去有使用 我過去有使用 我現在有使用 我繼續就有使用 這個在現代國際法 是以傳統漁權去處理 假設 因為我們不是有 1970年代 就是從12米 漁業管下去 12米擴張到200米 那時候有很多的外傳方 特別是日本 就是俄國 東歐的國家 原來就是遠洋國的 比如說在美國西岸 他都在補殺英語 後來當國際法改變說 可以補殺到200的時候 他要退 日本先是不承認 就是我講那個代價的問題 你可以不承認 不承認 但是你就是要抗衡 抗衡的話 你就是要去護漁 你護漁 他去營業 他敢於 那就是花錢 燒錢 那現在就是說 你要回到規則 還是用實力 當規則漸漸漸漸 久而久之連大國都燒不了這麼多錢 所以那個 那個國際的規則 就歸到200米 歸到200米 就是這樣子一個動態 所以他歷史性 權力是指內的 那你可以跟我全盤鎖定說 這些都西方 都不是我中國的 都不是我符合中國的 我要創造一盤中國的國際法 我去過 如果有參加過國際談判 你就知道那個所謂community的力量 我可以啊 我可以提什麼樣很瘋狂的 你會發現 大家都有權利嘛 國際間的場域就是 大家都有權利 大家都平等 大家都做難度 我們台灣是因為有漁業委員會的 會員身分 所以我們跟其他國家做難度 你可以提啊 沒有人來投 沒有人敷意 也沒有人要討論你 你就過去了 就是這樣子 那不成氣候 國際法真的是一個community 我們曾經也很嚴重的抗議 但是沒有人負責我們 也就是過去了 你不得不接受 因為你衡量你的國力 你衡量那個代價 你就會不會回到大家的好規則 那是最省力的 然後你寧願自己做一些調整 包括雲林 雲林即使說 剛剛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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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老師講的很好 就是說其實我們知道資料看 其實沒有 看你島那附近 沒有那麼大的語言利益 就算有 就算有 魚是 船是會動的 水是不會 島是不會動的 漁民可以到別的地方 我們漁民非常聰明 不用太多他們擔心 我們曾經過好幾波的漁場的轉換 就是因為 離岸國外下去 最後我講那個國歌的事情 欸 我在文章中 非常細緻的提到 我跟以中的想法是一樣 當我們有機會的時候就去 為什麼我就一直主張說 明明太平島就這麼重要 明明你就知道 有可能會被叫做中國當主 你為什麼不去做一些動作 去彰顯台灣存在的主權 你說明義 他外交部有很多的搪塞給我 說明義不符合我要的 我說你如果去 至少彰顯有一個正式的韓國家出來 而不是去接觸 出來說我是第三方 我是第三方 第三方意思就是說 你菲律賓到中國 我還有一個叫我 我 台灣在這裡 你要怎麼叫我 但是我是第三方 第三方意思就是說 我跟中國是不一樣 是國際間不一樣 你為什麼不去 馬英九你為什麼不去 這就是我嚴重的質疑 那他們就是當作沒聽到 現在我又一直 回來又一直在說 就是他 這就是一個例子 還有一個例子 我不是有主張 其他國家沒有把我們當作跟中國一起的 我在文章中就有寫 菲律賓沒有 菲律賓很巧妙的說沒有 菲律賓說1949年之後 他只承認一個中國就是北京中國 台灣當時他存在 他的做法不能歸到中國頭上 他說的很清楚 他心中保留了一個兩個 他怕你說太平島有可能是中國 那中國又是200的話 他要司徒要切割台灣跟中國 他有留空間 仲財庭也有留空間 只有兩岸政府 包括我們的民主選出來的話 政府一切都跟中國走在一起 然後現在否認 就是這麼回事各位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民主還是勢力 所以回到民主 菲哥建立我覺得少不了民主 就是內部民主 至於第四條的疆域 我經歷各位黃生怡跟吳建林 寫過一篇文章叫《國民憲法》 那篇非常好 他是做士徒在做我們在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找出另外一個論述 我還是要回到論述 論述是重要的 也許今天我們要一觸可及 國際環境 不容許我們做某些正式聲明 或是說別國 就像我們聲明會不會怎麼樣怎麼樣 這我們都理解 因為安全的理由 因為現在的理由 因為不能觸怒中共 或是不能不為之見到 但是我們都理解 但是論述是重要 就是那篇在做的 警述那篇在做的 說大家脫下一個眼睛 換一個眼睛看你是不一樣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剛剛回答 剛剛那位同學問 你說真的沒有牽涉領土主權 其實如果用我剛剛推到那個時候 就會有一點主權的意思 所以我不敢說完全沒有主權的意思 如果我自己又要這樣主張 就是說如果我先領 佛爾摩沙線 也曾經在那邊長期利用 那還有就是歷史論據 領土主權的確是歷史 歷史證據非常重要 歷史水域跟歷史水域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我的歷史是這樣 佛爾摩沙線 曾經這麼多的 幾乎要再代表到地上去 所以 台灣佛爾摩沙是可能擁有 一吐阿巴 這就是一個新的眼睛論述 如果大家支持 就往那方面走 黃森英跟孟建民在做同樣的事情 就是如果破解第四條路會 那時候會說 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國民憲法 而不是 佛爾摩沙線案沒定 他也 也無法固定 那就是看國民 他在說另外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 大家都在努力做 先有論述 先有觀點普通 所以我會讓其他 所以我一直就是說 會 如果 如果 如果我的看法是對的 如果 如果中台體也沒有我們這個暗示 他說 他好像在跟我說 他好像在跟我說 你何必 不能來 又被人家說是 中國台灣當局 你何必呢 其實你也有 其實你也有 可以補治取來 如果他會 如果檢視證券 那為什麼 拿起這個暗示 我們就往這方面走 論述是重要的 好嗎 我覺得是很值得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也謝謝顧老師 有多莫充爾的主席 從這方面 謝謝 謝謝 謝謝